- 馬上進行我們的兩代代表演 今天主題是什麼 不好意思講 為什麼 因為難以警示 對啊,是私人 虛秀臉 怎麼你們兩個表情這麼曖昧 就是那個嘛 哪一個嘛 你知道的嘛 懷孕的事情啊 就是有關那個嘛 妳是講什麼 就是姓啦 雙算 哎呀,姓啊 對啊 我講到這個姓真的是很難起口 對啊,怎麼講啊 不過謝謝 現場來賓講到姓的話 你們會不會避開 不會啊,我們都會說很多姓啊 不是啦 嚇咧 我們說那個姓愛的姓 男女關係 我們自己對周英奇說的 都沒有一個男生我們怎麼回答 尤其我是純情小百合 怎麼好意思 我還聽著女紅歌星啊 怎麼辦呢 講這你們現在還是會害羞嗎 想到這種話題 會啊 這種話題應該是我們這上面的會害羞 我們一向思想觀念比較保守 我們不善於在這公開的場合 談這麼 這麼聳動的事情對不對 連談論都不可以嗎 這不好意思嗎 好,大家不敢談,沒有關係 我們先來看一段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來看 打開健康教育十四十五章 你是羞愧的無敵自容 還是興奮的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呢 據說上一代的老師是 各位同學 這一張你們就自己看好了 至於這一代的老師有比較開放嗎 這個你們就自己看一看呢 然後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再來問我 談到興大部分的人都會不自覺的害羞起來 不過兩代之間應該還是有一些差距的 到底上一代的人多麼保守 而這一代的人又多麼的開放呢 心手會有很多法律 你用保險套律起來會不會痛 你對興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今天的兩代大調查非常爆炸性 信不信有你 第一項調查趕快來看看 兩代新幻想對象到底是誰 我的新幻想對象 下一代女性第五名郭富城 占3.8% 張學友 第四名張學友占4.3% 黎明 第三名黎明占4.8% 馬英九 第二名馬英九占6.2% 劉德華 第一名劉德華占11.4%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占48.8% 范小萱 下一代男性第五名范小萱占3.4% 關智霖 第四名楊彩妮占5.4% 秋竹珍 第三名秋竹珍占7.4% 周慧敏 第二名周慧敏占7.4% 關智霖 第一名關智霖占10.3%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占31.9% 蔡玉卿 上一代女性第五名貝玉卿占0.5% 第四名趙霖占1.0% 第三名李濤占1.0% 我習慣吃吹嘴 第二名陳吹扁占1.4% 來選馬英九 第一名馬英九占3.2%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占91.4% 陳文茜 上一代男性第五名陳文茜占1.4% 曾慶瑜 第四名曾慶瑜占1.4% 關智霖 第三名關智霖占1.4% 陳沙莉 第二名陳沙莉占1.5% 第一名林青霞占2.9%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占76.3% 上一代跟這代性幻想對象不一樣 上一代也可能是不好意思說啦 所以比較多 沒有性幻想對象的人比較多 而且人差很多耶 對啊,還有陳文茜那種 都是那種女強人心 對啊 可是這一代都喜歡周慧銘 對,很柔弱的那種小妹妹 小女孩 對啊 不過關智霖是兩代都有耶 對,兩代同事耶 對啊 沒有,馬英九先生也厲害 也是兩代同事耶 可見他真的是很有魅力 什麼叫還好 龍哥,你心不想自己上榜 你心不想自己上榜 希望也是受肯定嘛,對不對 上榜的話,受肯定 表示我們還有魅力嘛 對不對 但沒有上榜也不錯啦 有一點失望哦 不會啊 那你們有沒有性幻想對象 沒有 真的還假的啊 真的 很喜歡的男生啊 可是我覺得剛剛他們上一代 真的是性幻想對象嗎 不是喜歡的對象嗎 我覺得他們好像是要 嫁他的那種感覺 要娶的那種 沒有 我有想法 我覺得他們喜歡的都一定是那種 看起來都是穿西裝 就是不可能得到的人 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 被鎖在一個臥室裡面 然後兩個就會很快樂嘛 對不對 你有嗎 像陳文茜也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會覺得他很兇 或者有一點威脅感 對,就覺得高不可攀 對 所以不可能不可能的 但是就會去想 你也是超人 你喜歡的那個不同人啊 你看他不是超人的時候 他戴個眼鏡啊 然後土土的笨笨啊 對不對 但是還是滿帥的 滿英俊的 只是他這樣子 他不會跟女孩子接觸 我喜歡那種比較 不會說啊啊啊 我是帥哥 我也知道我是帥哥的那種男 老師型的對不對 對,我比較喜歡害羞一點的 花未來有沒有性幻想對象 我比較喜歡蝙蝠俠 黑暗的英雄 為什麼 比較有神秘感 蝙蝠俠比較有神秘感 而且他不是長得很帥 但是他很性格 很有個性 而且有點胖胖的 好啦,我先來看一下一些街坊 我們也做了一次這個街坊 對不對 我們來聽聽大家 大家的看法的想法是怎麼樣 來,請看 如果他要我做愛做的事 我會跟他說 就是結婚之後 再做這方面的事情 我會直接跟他說不要 我會說好啊 我當然說好啊 我想會跟他說 能不能讓我有個心理準備吧 你覺得在幾歲才可以 我個人是比較保守一點 我認為應該在結婚以後 五十歲左右吧 趁其自然這樣 我接著到二十五歲以後 比較好啦 我覺得除非結婚 如果不是結婚 就不必有性生活 因為性生活就是為了要傳中接代 要生孩子 如果不是為了生孩子的緣故 我覺得盡量不避免 我們還是是中國人嘛 我們中國人要守禮義廉詞